掌声欢迎肉食豆腐 他们很好玩 大家好 我是大沐 大家好 我是荒荒 我们是肉食豆腐 大沐 平时都喜欢在哪买衣服 现在一般都线上买衣服吧 线上吗 我比较喜欢矿商场 你还会喜欢线下吗 对啊 你不觉得那些服务员有点烦 会给你推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就是人家的工作 而且有时候他们过于热情 热情点很好啊 喜欢这种 先生 先生 要不去我们店里看一下 可以啊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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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了 堵我们家门口了吗 你在店门口欢迎我就好了呀 你好 先生 欢迎光临韦多利亚的秘密 那一店嘛 要一个男人的店啊 你好 先生 欢迎光临贝克汉姆的秘密 夫妻店嘛 你好 先生 你这个消费能力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店呀 怎么说话呢 你是服装店员 你要复合我 好的 没事 我就随便看一看 先生 这是个随便的人呢 这句不用复合了呀 哎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哦 这件连衣裙真的很适合先生呢 我不会卖连衣裙的呀 哎 这件多少钱 哦 六千八 先生 哦 也就那么回事吧 哎 这件呢 哦 七千二二 先生 哦 也就那么回事 哎 这件多少钱 哦 这件先生 哦 也就那么回事了 哦 也就那么回事了 瞧不起我嘛 你瞧瞧便宜点的是吗 先生 可以看看啊 要不要试试我这条 我不会买你穿过的吧 啊 也穿不上呢 哎 哎 哎 那个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 穿起来显瘦点的衣服啊 哦 先生想买兽衣啊 太不吉利了吧 那先生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呢 哦 我想要的风格 就是那种高冷的 就是越高冷越好 哦 先生想要珠穆朗马风啊 谁会穿个衫在身上啊 穿山甲啊 太冷了 穿什么山甲啊 这样吧 哎 你啊 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 好的 先生要试试 复古风怎么样 哎 复古风可以啊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这也太复古了吧 不喜欢吗 嗯 要不试试未来风 哎 未来风可以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这不还是树叶吗 邦邦 钛合金的呀 这跟材质没关系吧 它还有一个特别未来感的功能 嗯 面部解锁 这也够不着呀 啊 还是不喜欢吗 要不试试混搭风怎么样 混搭风可以啊 先试下这片T恤 然后是马甲 牛仔服 西装 风衣 羽绒服 这也不是混搭风啊 这是热霜风吧 还是不喜欢吗 先生要不试试中国风怎么样 哎 中国风这两年流行 来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是肚兜 这也不是很中国风吧 稍等一下 还是肚鲤鱼 哇 他这个也真的好吃啊 严 蛮符合先生的风格啊 这是年画娃娃吧 您喜欢吗 我不要这种嘛 不要这种嘛 我觉得这件就不错 哦 喜欢这件什么 从模特身上扒是吧 没有 另外一个客人呀 这客人太随和了吧 这是本店限量款 全球限量5000万件 太多了呀 这件编号是 000001 一件没卖出去是吧 先生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就要这件吧 喜欢这件是吧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大声说出来呀 有跟衣服表白的吗 每件衣服都是有灵魂的 嗯 你要跟它产生爱的连接 来 我现在假装一下衣服 哦 我喜欢你 滚 好 先生 这件衣服好像 他并不是很喜欢你 这是你想说的吧 我就要这件 哦 要这件什么 嗯 先生要什么码呢 嗯 有没有S M L C L C C L C C L C C L 你是在嘲笑我吗 嗯 嘻嘻 你听好了 我就叫XXXL 好的 先生要什么颜色呢 哦 你这都有什么颜色 哦 您说一下你的职业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 哦 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 是吧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哦 那我为你推荐 一球二白 起早贪黑 还有面容死灰 太真实了吧 太真实了呀 蛮符合你的职业 我 其实啊 比较喜欢那种亮一点的颜色 好 有吧 来 任老猪 黄 我就要这件了 好的 好吧 我们这有一个圆柱非洲保护栋公益活动 是否有参加一下呢 公益活动肯定要参加的 今天消费598元 每满100元呢 可以免费领养一个非洲大象 我养不起吧 这个没法养啊 我们还有一个满减活动 今天消费598元 满600可以减100 哦 这个可以参加 但是我觉得你们店的衣服 都挺贵的呀 也有便宜的 哦 12块钱一斤的鲤鱼 你够了吧你 好吃的 哎呦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这个啊 感觉他们能打进决赛了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上一场差点淘汰 是啊 是啊 周老板没打过呀 压力大吗 这场 这场还好 就觉得能走到这儿就已经很开心了 嘿 怎么说上客气话的呢 压力太大了 后面一直忘死 这段我看你们是比较成熟的作品 对 这个是之前很早就写的 本来这个本子是想上一场讲的 对 但是之前写的那个觉得可能比这个更好笑一点 所以上场讲这个 所以觉得这场的观众配不上更好的段表演 啊不不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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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个你投完了是吗 那就无所 也没有也没有 也不是 开玩笑 因为上一场是一为一 输了就会淘汰 对 所以肯定是要全力 事关生死 但这场其实也很好 我感觉他们都这个 有过舞台表演经验的朋友 都赞不绝口 说这个很难 对 你们两个真的谁也离不开谁 这个要是换个人 你说相上还能换个人 大家这个里头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 这怎么弄啊 是吧 对吧 出名的时候不能拆伙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日本的 就是漫才这个是日本吧 对吧 在日本的那个漫才里面 它的这个语言那个节奏 跟你们现在这个节奏比 是会更快 更快是吧 对 我们降速了 明白 所以我觉得他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形式 弄到这个中国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是结合了中国观众的这个习惯 对 做了一些 因为如果太快的话 他来不及 跟语言什么都有关系 对 所以掌握那个分寸 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的 第一次现场看那个漫才 对 我觉得你们俩都是彼此太不可或缺了 就是他们配合太好了 你排练的时候也会一直打他吗 一直拍他 对 你没发现大部分有点高低纤吗 我甚至觉得我有一点记住侧弯 真的 这个如果是你们一生的才艺的话 他真的有工伤 然后就是一直都在这样 我挨多了巴掌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演过就是长的那个舞台剧的经验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这个就是除了爱好 我们不是除了 也没学过表演啥的 就不屑于演长的舞台剧是 没有 我们俩之前演的最长的本子大概10分钟 对 人家说的两小时以上了 对 舞台剧得徐总老师给机会 以后有机会一起做舞台剧 谢谢 我会很有意思 搭活了 其实电影也可以 电影也可以 对 我也可以 徐老师 突然有一段节奏是属于他们的 真的很厉害 好 获得了10票 领校园的拍灯 来看一下 最终肉食动物的排名情况 其实我跟他们我们私底下在聊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其实能够把漫才 让观众能够了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 至于我们拿到什么名次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的 你得接近90 我计85以上应该要 87票 太恐怖了 对 来 来 来 做事没办法 恭喜 让石道我 直接进去 我憋气 之前我在节目上说过 我是一个手机游戏的制作人 然后弹幕呢 是一个设计师 对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 然后就说 如果把脱口秀大会 做成游戏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弹幕呢 就昨天连夜 做了个提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吧 好 首先 脱口秀大会 一个游戏 一个游戏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有游戏难度 亲手 困难 地狱是吧 我觉得应该选新手吧 开始捏人了 可以选五官 发型 发型 胡须 还有个隐藏款 六块钱 买一下吧 在读取了 在读取了 还在读取吗 还在读取啊 读取这么久就出了个球吗 我就长这个样子吗 我就长这个样子吗 对 我真的就长这个样子 对 因为我是个组合嘛 对不对 我的伙伴要登场了 也要读取 太帅了吧 太帅了呀 这我完全就是他的宠物吧 这个太过分了吧 太过分了呀 你起码你也简化点嘛 就这样吧 对不对 然后我们应该 应该开始去打游戏了 第一关 第一关 第一关遇到了周老板 第一关就遇到周老板嘛 但是周老板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厉害 写条也没有很长啊 可以打打试试吧 哦 周老板 Lesson to Bye Bye 这是周老板的召唤技能吗 那很长啊 对啊 换了一个办法 现在还找 真的把Bene召唤出来了 这太厉害了吧 这怎么打呀 这一下就被秒了吗 这一下就死了呀 这完全没法玩吧 哦 复活了 终于要到下一关了 哦 哦 下一关是建国 哦 哦 可以帮我个忙吗 这应该是个任务吧 应该是个任务啊 是否帮建国博洋 是这个博洋吗 是这个博洋啊 到最后一关了是吧 我觉得应该打一个boss了 为什么要买会员才能解锁呀 好 谢谢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雄 啊 大雄 然后非常开心地来参加拖四 其实拖我秀大会第一季我就有参加 然后当时过了海选 只是我放弃了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就上节目啊 这不能说 那不能说的 然后段子里面还要加广告 我这个人就是命运学不来弯腰 你懂吧 所以今年就感谢节目 只有请我来 就是 我成长了 我成长了很多 你知道吧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刚才说了 我是个广东人 但是我不太会讲粤语 我是在深圳长大的 其实深圳讲粤语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就大家也没时间学 都忙着搞钱 就是你要让一个深圳人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他肯定首选西家家 抓吧 能搞钱的他肯定先选 但是我这个人其实不太爱搞钱 我爱省钱 就比如前几天从深圳来上海 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 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 我就不买 我从来不买意外险 我就浪费钱 我知道 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 对吧 我又不希望到时 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还夹杂了一丝兴奋 不纯粹了 你懂吗 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 劝我 他说大熊我跟你讲 你不买意外险 等到出意外 你就会后悔 就所有时间后悔啊 对吧 意外险它又不是延误险 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 但它延误了 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 我会跟自己说 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 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 都快要爆炸解体了 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 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地坐在那里说 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 你买了 哇 恭喜 你就好了 死得其所 对不对 不会的 好吧 不会的 然后来参加托四之前呢 其实我一共参加过两个综艺 第一个是 一个恋爱综艺 素人恋爱综艺 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真的真的真的 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搞笑的好吧 至少我以为不是 参加那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 有一次我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什么 哎呀 坐你的车头好晕哦 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没有人坐我车会头晕的好吗 我开车贼稳 三年都没没空过分 OK 哦 两两钟了 打成了 我觉得她有点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吗 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她家 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 你知道吗 这不是挺稳的吗 没道理啊 真的 活该单身 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 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 尤其是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又都比她大很多岁 搞得我很不自信 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 这什么鬼 我确实我知道我长相很一般 就参加一个恋爱综艺也是挺冒险的 但是那个节目体验还是很不错 就不像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 体验就特别差 因为她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 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 我没讲完一个段子 她就会 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 我说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 嗯 她之前交往的男生都比她大很多岁 哇哦 哈哈哈哈 后来她才发现 原来她是喜欢长得老的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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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所以能来拖舞秀大会第四季 我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更专业的拖舞秀舞台 但是 节目组也知道 我刚参加完心动的信号 居然还敢问我 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 也接受炒CP 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 谢谢大家 我是大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小罗 我今天很开心啊 我今天 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来上海四年多了 今天对我们来说 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今天 她出差了 我俩都盼着这一天 她现在偶尔会跟我抱怨 说我跟她在一起 只是为了找素材写段子 其实很多演员 都是这么干的 是吧 我们甚至会 炫慕对方的女朋友 就能提供这么多素材 但我肯定不能 直接这么说呀 我说不是 我说你看艺术来源于生活 你就是我的生活呀 我觉得说的还挺好的 结果她想都没想 就给了我一巴掌 还教给我一个道理 就算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你还是要热爱生活 很莫名其妙啊 所以后来我就把手机里 她的名字改成了素材库 因为上海的消费还挺高的嘛 我的头发是她帮我剪的 当然也是收费的 刚开始频率还正常 难是吗 一两个月离一次 后来每一次 每个星期都跟我说 你应该剪头发了 刚开始她只收了三十块 现在已经涨到八十八了 她说因为之前还算学徒 现在已经是发型总监了 但是我觉得 就这么一个发型 需要什么发型总监是吧 没出血不火了 有一天我在公司 我没有戴帽子 然后大家都来摸我的头 说我的头特别圆 然后不要说 这就是喜剧的源头 这还挺好的 这排一个呢 什么 这都是我的 我家 我家里养了两只猫 然后平时像过年 这种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摄像头 来观察家里的猫嘛 今天我比我女朋友 回来得早 然后她就让我 先别把摄像头收起来 让她可以每天 来看我个猫 刚开始我觉得 特别有新鲜感 就像每天 就像录真人秀的一样 直到有一天 我正在玩那手机 突然摄像头说话了 我都不知道 那个摄像头居然还会说话 我女朋友在里面问 你跟谁聊天呢 笑这么开心 当时吓死我了 但是后来 后来我也惊艳了 我发现 只要她每次在看的时候 摄像头下面那个灯 就会闪 所以每次我发现 那个灯在闪 我就知道 观众已经就位了 演员可以开始表演了 于是我就会拖地啊 做俯卧撑啊 还会拿着她的照片 很深情地看 演到动情的时候 身材还会轻一口 我知道她肯定特别开心啊 还会问我 你在干啥呢 我也假装一抹眼泪 回她 没事打游戏呢 这就是爱情的游戏啊 虽然我说了 我女朋友那么多 但其实 我对她还是挺好的 就我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 我愿意花钱给她买 比如每次坐飞机 我从来舍不得花那几十块钱 给我自己买保险 我觉得 我觉得初次我就认了 我的命不好 但是她每次坐飞机 我一定给她买保险 虽然花一点钱 但是买个希望嘛 太狠了 什么 别想歪 别想歪 我说的是希望她平安 因为真的 因为毕竟她是我的素材库嘛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小陀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她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她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宝贝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在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枕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 躺的时候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乐乐乐乐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 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 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 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威格 我说妈妈 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 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滑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这个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 你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地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脱口秀演员 很多女生都会觉得 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个幽默的 这样跟他在一起 每天都会很开心 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后来呢 我就嫁给了程鸥 到后来我发现 婚姻生活幽默起来 真的挺可怕的 对啊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 是不要冷漠要幽默 我觉得这个很有发言权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幽默 我跟我老公都是讲脱口秀的 大家知道吧 对 都很幽默 很多人会问啊 你俩都讲脱口秀 那你俩到底谁更搞笑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当年啊 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其实是我擅自做主 就我们家人都不愿意 我爸第一次见到我老公 就是在我俩的婚礼上 真的真的真的 当时我爸见到我老公 直接绝望了 就问我 你当时俩看上他呢 又爱又穷又丑 我说 我觉得他挺搞笑的 当时我说完这句话 空气都凝固了 然后我爸说 我觉得你比他更搞笑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很多烦恼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女生会说啊 找男朋友 一定要找一个风趣幽默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老公 太风趣幽默了 真的想死 你根本就受不了 就比如说我俩 两个讲段子的 别的夫妻人家过节 都是烛光晚餐 我俩过节 黑灯讲段子 真的有一次啊 结婚纪念日 我跟我老公说 我老公 今天结婚纪念日 我也想烛光晚餐 我老公说 哎呀算了吧 你说谁会喜欢烛光 菩萨 鹅子 你 有什么好的 但是我不能这样算了呀 我不能这么懦弱 我最后还是坚持订了一家餐厅 我请了一个小提琴手 那天晚上我就在餐桌上 听他讲了一个小时段子 当时整个餐厅啊 就除了我之外 全都哈哈大笑 就连那个小提琴手 最后给了我老公一百块钱 今天晚上很开心 希望你们夫妇以后常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 他当然会很幽默地告诉他 下次来 就不一定是夫妇咯 还有啊 就是跟段子手当夫妻 你真的很烦人 因为你所有的痛苦 都会成为他的笑料 就是我前几年 我得了一个病叫肾结石 就当时做了一个小手术 我躺在医院的床上 特别虚弱 我老公在我病床前面 走来走去 特别的着急啊 生怕写不出好段子 没过一会儿 发了条朋友圈 每一个肾结石 患者的肾里 都住着一个渔公 我爸当时 看到这条朋友圈 彻底怒了 打电话给我 怎么回事 你都病成什么样了 还在开玩笑 我告诉你 我今天把你老公拉黑 我老公在旁边 哎呀 你爸怎么把我拉黑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是不是觉得 我段子不好笑啊 还有啊 前段时间 我在偷口就大会上 讲了一个段子 就是说 夫妻最好的相处方式 就是当兄弟 家里的双刃床 就应该买了 换成上下铺 没想到 我老公听了这个段子之后 真的把我家的床 换成了上下铺 我现在每天晚上一关灯 从上铺伸出一个头 Hello 你长大了 想找什么样的老公呀 我只能告诉他 不幽默的就行 而且啊 就是 作为一个脱口秀女演员 我觉得我比其他 很多女人都要豁达 就是很多女人 看见自己老公 盯着别的美女看 都会特别生气 但是我从来不会 除非她盯着 别的女脱口秀演员看 我就会问她 你看什么看 是不是觉得她比我好笑 没有 没有没有 我就觉得她比你好看 那我就放心了 我在想啊 如果我们两个 以后有了孩子 肯定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在产房里 别的孩子生出来 嚎啕大哭 哇 我俩的孩子生出来 哈哈大笑 刚好我老公看到这个孩子笑 很开心啊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亲生的 是我的孩子 我在旁边就说 哎呀老公 这种事就不要开玩笑了 哈哈 哈哈 其实我们俩现在挺开心的 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离婚 但是我怕的不是因为离婚难受 而是怕我俩离婚太好笑 就是因为脱口秀演员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 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的段子 我俩现在每次吵架闹离婚 我老公都会说 行吧 房子归你 段子归我 哈哈 我说你想的美 段子是我俩一起想的 好 那段子的前半部分归你 最后的笑点归我 哈哈 我说那也不行 他说行 那就这样 段子的前半部分归我 最后那一句 掌声最多的 谢谢大家归你 好不好 哈哈 我说行 好 说好了 谢谢大家归我是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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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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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陪伴守护我的行程安全 在每一个疲惫的午夜 当下属们把我这位领导送上车 便迎来了你温柔的问候 邓哥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领导啊 领导这么喜欢坐快车呢 坐快车还不是因为 打不到拼车 效果真抠 工作这么晚 身上这味儿 是白的呀 还是皮的呀 是吐的 真几天 没上车就吐了 这么晚 还一个人回家 看着地址 也不是家呀 这不信呢 回的就是家 回的就是家 大丈夫四海为家 真好 我也想做大丈夫 有一种呼唤 穿越山河 打破思念 每天下班回到家 最想听到的 便是你用最雌性的声音 换出我在网站上 写下的昵称 乘露寒快递 乘露寒 在家吗 好好好 别喊了 别喊了 道夫 需要您开箱检查一下 这个不用检查 也不方便检查 不方便 这手感 一颠我就知道 增高鞋垫吧 你怎么知道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穿上艾兹乐 人人是模特 女种温柔 通过指尖 不断传递着能量 缓解我的疲惫与压力 你的每次出场 都宛如春风话语 拨动我的心弦 难逼你问 但是8号几次为您服务 您只想按街景 足底 还是头部 按理说 我就不想让你按 刚开始都这么说 能不能换一位 你当真要换 当真要换 确定要换 确定要换 大丈夫一言一出 司马难追 换42号 能不能给出追光 你俩还要 来吧 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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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一 还是换你吧 你事也太多了 你换这个换那个 你真的失散 大家好 我是斯文 这一组呢 是我自己选的 选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玩 跟程璐一组 大家肯定想看 我俩PK对吧 选完之后 我就后悔了 我在想 我会不会又选错人了 这可是比赛啊 怎么能跟婚姻一样儿戏呢 真的说实话 我这次回来 面对这些脱口秀老朋友们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我两年没有努力的 大家都进步了 有人成了大王 有人上了春晚 不过这好像同一个人啊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还有人当了领导 不过呢 不用担心啊 这件事情对我也没什么困扰 毕竟呢 我的前夫空有领导之名 没有实权 跟他在婚姻里的角色也差不多 上次晋级之后啊 我的座位正好在我们的领导 乘路旁边 我当时在台上朝他走过去的时候 全场都在起哄 我刚一坐下 感觉那一瞬间 我仿佛站到了我的第二次婚礼上 跟第一次真的好像啊 旁边还是那个熟悉的人 台下还是这群山东的父老乡亲 我跟你说 那天全场所有人都在疯狂 科我俩的CP 我真的很困惑 就是以前我俩是夫妻的时候 大家把我俩当兄弟 就算我俩抱在一起 哥俩针铁 我俩穿情侣装 出门说 哇 哥俩撞衫了 就算我俩出差 同事给我俩订房 都会说明天给你俩 要不要订一个大床房 现在呢我们是真兄弟了 大家开始嗑我们的CP 你说为什么离婚了还要嗑呢 因为我们俩这种CP 就跟无糖饮料一样 不含糖就是甜 而且很健康 对你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对吧 你说你嗑了这样的CP 你还能怕什么呢 怕这对CP分开吗 不可能 我跟你说 现在不管是贫穷 富有疾病 健康还是民政局 都不能把我们分得更开了 现在能让我俩分开的 只有生死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选这一组吗 因为要死 要死在他手里 我今天本来没有想讲离婚 但我也知道这件事根本绕不开 这两年都我也习惯了 就是不管做什么都会跟离婚扯上关系 就在有些人眼里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女人 好女人和离婚女人 我素颜出门 别人会说 斯文离婚之后 眼里没光了 斯文离婚之后 明显老了两岁 废话 我两年前离的婚 有时候我精心打扮出门 哇 整个人流光溢彩 目光如举 他们对我的评价终于变了 斯文强颜欢笑 他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在路上摔了一枪 你看离婚的女人迟早都要摔跤 我听周杰伦的歌都会有人说 别听周杰伦啦 像你们这种离婚的女人 应该听二手玫瑰 真的 我觉得一个女人 在离婚之后 好像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重新拥有一段婚姻 现在每天都有人发辞心 问我 你俩还能复合吗 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今天呢 既然大家都对我的感情问题 这么关心 那我就亲自问一下 现场这位离婚的男士 Rock 你觉得我怎么样 Rock you know 这一段扎没了 女中豪杰 敢做敢当 我觉得敢爱敢恨的 也就是斯文了 跟我有什么区别 很像吗 厉害厉害 连在自己也夸了 不愧是娜姐 人类女性巅峰 就是你们两个 我太厉害了 娜姐 就不烦你这样的人 娜姐 我这个原谅 我这个岁数小点 您给讲讲 你当年是怎么敢爱敢恨来着 我现在是一和睦幸福的家庭 我只能说 就是一个女人 其实就应该 要敢爱敢恨 包括一个新女性 就是你要勇敢地去做自己 爱就爱了 不爱了就走 爱了就爱了 是吧 但是我就 我跟你讲 你刚才说什么 你那个什么离了婚 就不应该听周杰伦 也不应该听二手玫瑰 你听我的歌 我的歌都是伤感情歌 好不好 对 你伤害了我 就这样把Rock征服 干嘛呀 干嘛呀 我是觉得 其实好多那个 像现在啊 今天来这场 好多年轻的女孩啊 就是你们还要继续勇敢地做自己 然后呢 清楚地 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对 你这样越故意说Rock 就感觉你有点喜欢 还是想 像成人成路 没有 没有 看完笑 我现在真是百感交集 我就说句真心话吧 我觉得Rock不怎么样 没有没有 就大家真的太爱嗑CP了 我们这种死去的CP 也磕得这么猛 死去的CP也在攻击我 这个 这个是不是很多回忆都回来了 对吧 我的回忆好多都回来了 真的 我跟斯文已经认识十年了 十年了 我记得第一次认识 是在2012年的3月8号 我还是记得的 对 因为当天是三八妇女节嘛 然后斯文就放假 第一次来看脱口秀 然后我正好在演出 他其实来看脱口秀 目的也不是很单纯 他就是想找点乐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帅哥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吧 脱口秀的舞台找帅哥 那天可是一舞台的制胜 当然还是有一个帅哥的 就是我 比较惊讶 大家看过唐某虎点秋香吗 对 单看秋香是不是很普通 当其他美女都回过头的时候 唐某虎觉得 哇 就是秋香了 对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名字 叫做 王斯文点成鹿 然后我就这样被点了 然后 十年嘛 脱口秀这十年变化也非常大 那时候演出都是亏钱的 真的 没什么人去看 去外地演出 还要自费差旅 可以说是演的越多 亏的越多 开始我自己演还好 后来 斯文也一起演了 这个双脱口秀家庭太困难了 怎么形容呢 大家现在有家人 两个人同时在炒股吗 那个时候也是 每个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 再多了就讲不起了 这个后来呢 就发生了转折 真的人生充满意外 李丹就劝我来上海 还给我画笔 说来上海吧 咱们一起把脱口秀 做强做大 实现脱口秀的指数性增长 别的我不敢保证 能让你的家庭收入翻一翻 想不到我的家庭收入 还没有翻一翻 家庭数量已经翻了一翻 我的一个家庭 变成了两个家庭 我和李丹的两个家庭 变成了四个家庭 脱口秀家庭实现了指数性增长 感谢李丹 感谢李丹 哎呀 真是世事无常对吧 太意外了 而且拖油大会这个节目 本身能够成功就是很意外的 我们所有的编剧导演 最开始都不看好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 它不是从国外抄来的 它原创的谁看 对吧 而且我们当时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当时大家最爱看的一档节目 叫什么 叫中国好声音 多带劲啊 对吧 遇到唱得好的 纳英老师啪的一排灯 椅子就转过来了 对吧 我们怎么跟人家比 除非是我们讲得不好的 纳英老师啪的一排灯 转过去了 太难了对吧 怎么跟人家比 但是也很意外 拖油大会还是办成了 对吧 充满意外 大家越来越喜欢 办了四季 出了三个大王 就是太意外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和斯文就一起创作 一起改稿 一起上台 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 都讲得起脱口秀了 而且斯文在舞台上 越来越闪亮 是吧 成了脱口秀女王 而我也成了王的男人 那时候我出去遇到男粉丝 都会朝我喊 程璐我好喜欢你老婆 但是我还是很享受 那个状态的 就很享受这种 闲内住的生活 对吧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嘛 我们就分开了 我又变成了喜剧领导 可能是我们山东人的血脉 太强大了 注定要当领导 而且现在脱口秀 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对吧 观众越来越多 很多人也都膨胀了 尤其是我们的董事长 哇 太膨胀了 他现在在我们的 脱口秀训练营里面 都招了一些美国的学员 他要教美国人 什么是真正的美式脱口秀 希望他成功吧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 但我还是非常感恩的 我觉得世界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拥抱它 现在呢 我还是会经常想起 我跟斯文原来的一些段子 最后我就给大家再讲一个 就有个说法叫做 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 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斯文就很好 他经常问我说 你累不累啊 我说不累啊 他说那你怎么不飞得高一点 我现在飞得高了一点了 希望斯文也能飞得更高 俗话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分开了要一起飞得更高 谢谢大家 我是成龙 谢谢